我最爱王妃的传奇 超有恋爱的感觉哟 我爱汪峰的 像梦迷一样自由 唱得我热心沸腾的 我爱邓丽君唱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才是经典品课 好好好 无论你们爱谁 这个时间我们来爱 好好品歌曲 旋转木马哗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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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木马哗啦啦啦 旋转旬美丽的小木马 有多少童年和乐 在风中消失 有多少眼神 那才风中回忆 旋转旬美丽的小女孩 一起折纳旋转木马 在风中成长 有多少男孩 在梦中等待 旋转木马哗啦啦 旋转秋至远河 旋转木马哗啦啦 轩转木马哗啦啦啦 轩转木马哗啦啦 轩转木马哗啦啦啦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好品歌词 一开始安排这首歌曲 其实时间可能要回到1997年 这么久以前 台湾很有名的秋秋合唱团 女主唱是谁呀 是金志娟娃娃 娃娃是谁的朋友啊 是甜甜的好朋友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 除了我之外 有三个我们台湾艺术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都在进修当中 第一位就是刚刚跟大家讲话的 娃娃金志娟的好朋友 甜甜 我叫甜甜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开心又来参加我们凯伦哥的 好好品歌词的节目咯 要谢谢你们 因为我们的节目 放到了周六周日的时段的时候 你们是我的第一棒身立军啊 真的 第二位呢 他是谁呢 他目前在台湾有一家 卫星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也是歌手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歌女 我是徐慧珍 很高兴哦 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见面 我每天在台湾 天亮卫星电视台 两点到四点的时间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哈喽我的节目叫街头巷围 谢谢 另外因为我们要赞他的福气 为什么从这个春节开始 他就一路望到现在 因为人生要按个赞嘛 导演吴振亚 欢迎振亚 大家好 我是导演吴振亚 那很高兴又来上这个节目 这是我第一次上完以后 我迫不及待想要继续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导演的声音大家听得出来吗 跟他的人像不像 吴振亚 有点分量 他每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被震住了 不过讲实在的 这个寒假走过来 现在在春假期间 我们回想在寒假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收获 我记得 甜甜你好像在寒假的时候 飞到了彼岸去了 对 我去了厦门 因为在厦门有一个叫厦门 闽南古镇 是这样的 因为在今年 闽南古镇应该会一个扩大的开幕 是台商办的吗 是台商一个翔路集团 那他们投资了好几十亿的人民币 好多钱 对 然后那个整个乐园里面 那他除了乐园 还有茶馆 那还有商场 还有电影院 对 所有局番 最重要的 他还有把台湾在 应该是北港的朝天宫 也在那边设 移到那边有一个在厦门的朝天宫 这个就很像是我在 拜马祖 对 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特色 跟闽南一带是蛮接近的 那我之前也去了一趟 我就发现 把台湾的一些街道 尤其是台湾的什么 我们那时候眷村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 它全部都搬在 我去的地方是福州 你在那边是厦南 所以他们现在那边 感觉比较像台湾的 要弄成像台湾夜市小吃 是是是 你到了那以后 你什么感受啊 感受啊 因为我是在其中的一个叫 酷奇堡乐园 那他就像刚刚我们听到 那个旋转木马的感觉一样 对 因为那个乐园呢 其实最主要是我设计 那个乐园里面的所有 规划他们的表演 针对小朋友看的节目 然后您刚刚问到 我说到那边什么感觉 其实我到厦门之后 我觉得跟在台湾 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 对连跟他们的讲话沟通 声音 语言 都是很接近的 对因为都用闽南语外音 而且可以讲闽南语 而且可是他们的闽南语的腔 跟我们会有点点不同 可是我觉得跟他们讲国语的时候 我觉得很亲切 对 对对对 我感觉我好像跟台湾的朋友们 在对话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你觉得这次你的收获 跟在台湾工作不一样吧 会不一样 去到那边认识了更多朋友 那最重要我还在了厦门跑了 那边有一个土楼 什么叫土楼 土楼 对 它好像是世界文化遗产 没错 而且是一个很棒的那个古迹 对 所以呢 朋友我相信在内地的朋友们 如果去过厦门应该知道 你看我们在内地这么地大物博 其实去到那边 我可以去玩的地方 可以去探险的地方 应该会让我接下来的人生 我应该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内地到处走走 那当然最重要 还是要先把我的任务完成 就是把酷起宝的乐园呢 他们这次的表演节目 在开幕的时候 一鸣惊人 恭喜你 太棒了 我讲到一鸣惊人 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呢 在春节党 不管是诸葛亮先生的戏 或者是胡瓜 加上白冰冰的戏 重点是导演在我们的现场 我正想 这是你身边第一次做 挑良做导演 对 电影是第一次 但是之前已经有拍过 电视电影跟电视剧 都已经有做过 然后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 你走这个行已经多久了 演艺圈 戏剧圈 其实已经20年了 有吗 真的有 你从小时候同心起家 其实还真的是这样 真的吗 没有啦 我小时候就 他的爸爸就是这个行 对 民志 民间志 民志片 对 很有名的导演 对啊 从小看家里面 做这个电电视长大 那自己 小时候也就有时候会去演一些广告 对 一定是可爱的卖 卖奶粉啊之类的 对 或是这种吃饼干啊 吃成这样子啊 我广告其实拍也不少 当主角 我看也有个七八支 十支 可能都有 你从主角 广告主角 换身变成导演的时候 这个压力是不同的 对啊 那当然就是因为 其实有累积很长的 这个工作的经验 所以其实 大家看我第一次当导演的时候 觉得 都说 觉得我蛮稳的 碰到状况的时候 都不会有太多的这个 会有这种 很紧张 或是什么的态度 其实呢 你是真的 其实我都快睡着了 没有啦 什么 没有说 其实快睡着 大家都误会 没有啦 其实就是 因为真的是做了很久 所以其实很多状况来说 是可以应付的 是这样子 这个戏上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像其他 不管是新锐导演 或者是资深导演 都会微服出巡 到那个戏院去看看 观众的反应 跟听听不同的声音 有啊 这个是一定要偷偷的躲在 就大家在看的时候 我们就要自己要买票 然后在里面 看大家的笑点在哪边 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反应是不错的 我们就记起来 那我们本来 预期要有的反应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思考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反应 其实跟现场的观众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 大家关在这个戏院里面 就会互相的影响 如果有人笑得很开心 就大家 那个气氛反正就会出来 对啊 是这样 今天来到现场 你有特别帮我们大家 因为在今天 频道旁边的朋友 说不定 也还没机会看到人生 按个赞 你给一段什么精彩片 要不解释一下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就是 就讲这几个 一般的小老百姓 他们碰到了这个生命中各个不同的困难 比如说 友情 爱情 亲情之类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选择 比如说去做这个最极端的 比如自杀 这样的选择 所以等一下我带来这个片段 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 虎瓜跟白冰冰 他们是什么关系 他们呢 都不认识 他们是因为 碰到了问题 然后互相呢 这个 都有苦 都有苦 都想不开 对 然后相约了要去自杀 他们在这个 他们要去上吊 所以在这个上吊的这个 过程中 爬山路上 他们两个互相认识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段戏 可是有点悲就是了 大家听听看 然后呢 你等一下让我们听到这个场景 你再解释一下 好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是 白冰冰他要爬山去 找一棵树上吊 他走着走着 就有一个坡 他爬不上去 他就突然间 怎么有一个人摸他屁股 他还紧张 一回头一看 原来是胡瓜 他问他说 你干嘛摸我 他说没有啊 我看你爬不上去 我推你一把 白冰冰就讲说 你看平常出事情都没人帮 没有想到要去自杀的时候 有人把推一把 所以他们两个 就是这样认识 然后那个 白冰冰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我走 他说你走这个路 是不是要去自杀 他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要去 他们是这样子认识 然后就 现在开始往山上面走 然后呢 就看到了一棵树 然后他们现在就把那个树啊 割掉了一个绳子 就是要准备开始上吊 然后从这边开始 我们就进这个 因为这两个人 有点失忆人 就是比较失忆的 白冰冰好像是因为 他的老公背叛了他 他的婆婆又 又赞成他老公 跟什么费用搞在一起 类似怀孕了 这样他想不开 那胡瓜呢 是因为赌博 对 然后呢 又欠很多钱 然后导致这个 外面这个黑社会 来家里面收债 你知道吗 然后就欺负他女儿 然后又把他 唯一的身材工具 他是计程车司机 抢走了 对抢走了 就整个都没有 没有办法解 解这个解 其实是有办法 但是他们陷入其中 没有办法看出来 对 时间 对 今天导演就带来了 其中一个片段 让我们刚刚在前面 导演了这么多故事之后 大家感受一下 在现场片场 他们是怎么样完成 这一小段的戏 好不好 我们天天再聊好了 你做什么 你笑许健 你急什么嘛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我先挂 你急什么 急什么 我当然急啊 我欠一病无债 地下钱 现在来找我 你知道吗 你告诉你的痛苦 你不知道我多痛苦 没痛苦的人来叫这条路吗 你别这样啦 你生过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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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你剪了这一段 我马上就回到戏院的片段 我有去看你的戏 是是是 我带着我的孩子 一起去看他的戏 我觉得它比较迷人的地方 就是因为 它的国台与交叉 是现在一个流行趋势 让人家觉得很亲切 对我们本土来说 看这种片子 不管你是闽南卦或台语卦 都OK 都OK 你没看吧 我没有到现场看 对 可是我有一直在网络上面 AFP上面 看大家的回忆 是 其实那个时候 你的这出戏 其实反应 在我的朋友当中还蛮好的 对我们这个过年党里面 这三部国片里面 这部的口碑是最好 对 那刚刚的话就是 其实是 刚刚他们两个人 一人掉一个嘛 对 结果那个冰冰姐 要去掉他自己的绳子的时候 结果那个树子断了 这样他就掉下来 这就叫做命不该绝 人活着就有希望 对不对 命中注定 对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就去抢唯一另外一根 所以刚刚就开始 从在抢绳子开始 所以就很好笑 其实这个戏也是鼓励大家 活着就有希望 绝对不要 亲眼 亲眼洒不开 最近有没有跟同学聚会啊 跟同学聚会 整个寒假里面 我做了一件 比较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是个职业妇女 职业妇女 又要去台一大念书 其实我是忙的 整个人 交头烂额 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呢 我的同学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国小的同学 毕业40年的同学 可以在寒假里面 大家约好 做了一步中八 我们由基隆开始接人 一直接接接接 接到的台中 我们到的台中的大雪山 过了一夜 然后两个白天 朋友们你知道吗 40年 人生有几个40年 大家看到你 有没有觉得你改变了 现在 改变 当然改变了 因为皱纹也多了 然后肉也大多了 我讲的是说 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讶异说 你这个年 这个年纪 还进去念大学 进到台一大 这一块的话 当然是 毋庸置疑 因为真的是勇气可嘉 又要工作 又要做妈妈 还要去念书 而且早上还要去跳瑜伽 同学们对我真的很佩服 但是没有像凯伦哥哥说的 他们那么的对我有陌生感 因为我每天都在电视上面出现 至于呢 整个暑假让我觉得最 暑假还没到 寒假当做的 就是这个 这个假期 我难得跟公司请了两天的假 就去跟40年的同学 玩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感慨很多 你知道吗 当我们开始重新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期盼着寒假跟暑假的来临 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回到我们自己工作康备上 而且这样才刚刚挂寒假就想到暑假 对啊 讲了这样子 人生讲起来 一下扮演主角 一下又扮演童星 又是导演 又是舞女 歌女 对 忽然帮人家拍秀 然后我刚才想到 哎 为什么没有去看人生按个赞 我根本人在厦门 对 人生按个赞没看没关系 这首歌一定要听 人生就是戏 人生就是戏 演不完的戏 有的时候背 有的时候戏 看戏的人儿 最压醉心 看戏的人儿 最压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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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着流眼泪 陪着笑嘻嘻 随着剧众人 红杯又呼吸 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 他压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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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比一比 谁演得最买力 只怕那演员 反而不如迷 看戏的人儿 各个是西米 人生就是戏 人生就是戏 看不完的戏 有的时候爱 有的时候情 看戏的人儿 各个是西米 各个是西米 人为什么爱拍照 为什么 有了手机更爱拍 为什么 没人就自拍 有人就合拍 女生要漂亮苗条 男生要帅气多情 拍得日日好日 年年好年 天哪 这什么好手机啊 iPhone牌翼 他抓得住我 一只欧美 2016年 新春贺岁大片 人生按个赞 白冰冰 胡瓜 布鲁斯 阿喜 领前主演 有笑有泪 口碑定一 适合全家观赏 人生赞不赞 要靠自己按 大年初一 过年你唯一选择 全国盛大联益 人生按个赞 新欢new touch 让女人美丽 不用化妆 展现素颜水亮柔嫩 新欢new touch 外在保养皮肤弹力 内在补充炎欢烙化 新欢new touch 告别黑斑暗沉 摆脱细纹干燥 玻尿酸水润保湿 保养品 女人保养心欢 让你几乎new touch 在我例行性探访老人 小孩的公益形成中 总会不时看到一群 身穿紫色背心 热情投入的志工们 他们每个月 自动捐出1%的薪资 才能持续8年 富康巴士的捐赠 7年对爱传承演唱会的赞助 透过爱与关怀 接送陪伴老人 失亲耳 身心障碍者 享受一个下午的 公益音乐饗宴 连续4年的岁末年中 透过红包意脉收入 来帮助弱势孩子 过好年 缴学费 用心地让爱传出去 他的名字叫做 永达社会福利基金会 2015年的暑假 我的儿子瑞 到华氏星光大道去参赛 在他进入到前50强 准备上电视比赛的 那个礼拜 我们才被告知 为了让他自在地表现 我们完全尊重他的决定 有他最好的朋友 陪同到现场 去为他打气 这让我想起 我从小做童星的时候 我不论到哪个地方去拍戏 我都是一个人去片场 因为我不习惯 有爸妈在场 看着我去叫别人 爸 妈 那种尴尬 所以我能理解孩子的心情 瑞参加星光大道 第一次晋级成功以后 我收到这么一桶短讯 瑞拔 跟瑞认识一眨眼十多年了 真的是时光飞逝 曾经胡闹到现在 看他这次为了比赛 非常认真在准备 其实我们这群兄弟都感动在心 他认真地每天传录音档问我 哪里不好 哪里可以改进 哪里需要再加强语气 我们几个好朋友 很中肯地给了他建议 他也真的越来越进步了 其实比赛当天真的蛮替他紧张的 看到最后他被评审选到了那一刻 我们打从心底地为他高兴 尤其是他在电视上面对桃子姐的问话 他坦诚不会地面对过去的错误 让我们这群一起长大的同学 感动到不行 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气 看完这封简讯 我也替他行为 我一直认为 我的孩子的歌唱不是靠技巧 他凭的是他真实的生命的历练在唱 虽然参赛前或许练习过度 他喉咙始终不舒服 我鼓励他转个念 这何尝不是老天给你再次的体会 曾经经历的那份 身不如死 失去爱的痛吗 就是因为他唱出了别人 没有的那份真心情 才能够第一次参赛就晋级了 一人参赛 全家备参 这应该是普天下 为人父母很难放下的心吧 请你陪着各位一起来收听凯伦老师说故事 这个单元的几位好朋友 对我来讲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是我跟我一起 我们目前都在台湾艺术大学 正在努力的几位好朋友 分别是甜甜 惠珍跟导演吴振亚 刚刚这一段我也没让大家知道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小心在 我们因为在巧的是我们三个人 四个人都是为人父母 重新拿起课本 对 其实刚刚凯伦哥讲的这段 我想到我女儿 其实从小 因为就像刚刚听到秋秋的旋转木马 其实旋转木马的秋秋和唱团 他爸爸也是其中的keyboard手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我也不晓得我的女儿从小 因为我觉得我像我本身是学舞蹈的 他爸爸虽然没有经过音乐寻找 可是就是喜欢 可是那时候他念国中念完的时候 应该小学要读国中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忙 他常常在活动现场 就是一个人很可怜的要离我很远 等到工作结束的时候 他会自动在后台出现 可是有天他跟我说 妈妈我觉得我想考音乐班 我当场傻眼 因为从小没有给他栽培他 对 可是当他说出了这句话 我只有一个念头 就说好 你确定要考 他说好 我硬让他背了一首钢琴曲 跟硬背了一首 他说他 他就在小学 在学校有参加过两年的 学校的管学乐 他是长笛 他修长笛 对 那那个也是在学校 只是短短的学校的一个课外活动 可是我没有想 他就是因为想要去考试 他就自己努力了 然后我陪他去考 他居然给我考上 所以现在母女都在做学生 对对对 他也在做学生 他像是读高中 还是一样在学音乐 对 所以对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 其实我们的心愿 就是你喜欢 我鼓励你 我陪伴你 让你去学习 那他知道妈妈想要学习 继续念书 他在旁边的鼓励我 陪伴我 礼拜六礼拜天 虽然不在家陪他 他自己把自己给day take很好 好棒 我们的甜甜 慧珍一面在听 好像一面有点动容的感觉 难为天下父母心 凯伦那段话让我好感动 非常感动 因为很多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我带着我小孩子单亲 长大 他在六个月的时候就没有爸爸 所以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这24年来 他一直都没有让我困扰 而且让我做一个很骄傲的妈妈 为什么我会很感动 昨天我们家发生事情了 我一直没有时间 跟凯伦哥哥谈这件事情 孩子长大了 你会有更多的操心 对 他今年第一名毕业 但是他并没有我们想要的 我们给他铺的路 他跟我们说 为什么还要继续铺他的路 他的人生他要自己走 你知道 做母亲的 做阿嬷的 多么的心疼 多么的错愕 孩子我一放你的手 你将来走的路就是坎坎坷坷 但是你的人生你要自己走 很惨 你知道吗 在这样的挣扎 我跟他一样都是学生 他马上研究所要毕业 而且是很高学府的研究所 但是他要选择他的路 我们一定要祝福他 但是他要走他的路 会很辛苦 你说 我听到你跟瑞的事情 我怎么会不揪心 天下父母心 难为 谢谢 真雅 你好像跟我们都蛮像的 也是一个为人妇的学生 是 那 因为我是跟我 我离婚了嘛 所以小孩子 其实我也离婚了 前妻在一起 所以就是基本上 我跟小孩子的相似件事 基本上是很少的 那当然就是我还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长大 所以我还在学习 怎么样当一个爸爸 孩子带孩子 对孩子带孩子 所以 我好好想一想 你这个爸爸好像有需要加油 是是是 你听完我们三个人分别分享自己对孩子的那份心 突然觉得你还是挺幸福的 真的 对 因为我常会觉得 像凯仁哥我就觉得像 我觉得在这样身上 让我看到了我女儿的爸爸 就是他爸爸就是我们分开之后 他完全就是放手 然后反正最主要我当身要的是自由 什么都可以不要 可是我要了孩子 那我就看到慧珍 其实我们都会有感受说 当妈妈的心就觉得 我不管再苦再累 我要 要饭 都不能让你饿着 大家都要哭了 这节目怎么回事 大家 有声哭成一团 对 都不能让孩子 有受到任何的恩败 对 对 就是我们最灰点都没关系 可是孩子 你们要加油 妈妈在旁边 我给你鼓励 好 今天非常的谢谢 谢谢三位同学 一起来分享 好好评歌词 这一集的节目 我想最后给大家听一段东西 做广播唯一的欣慰 就是把陈瑞 从小呱呱落地 录下来 再配合周华健的歌曲 就是普天下 所有父母 看的孩子都说 亲亲 我的宝贝就是你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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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糖糖哦 来 躺下去 叫爸爸 妈妈 咬我 叫爸爸 爸爸 叫妈妈 妈妈 叫奶奶 奶奶 知不知道 不知道 走走好不好 唱歌 唱歌 亲亲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 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海洋 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拆个星星做你的玩具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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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你喜不喜欢爸爸吗 不要不要 你最喜欢谁 爱是爸爸 知不知道爸爸爱你 爱你 谁是你的偶像 是你的偶像爸爸 还是爸爸像 还是未未帅 你长得像谁 像爸爸像妈妈 你生日想要什么东西 要死马大脑了 爱我爱你 我要做到世界的街道 寻找传说依旧的学人 还有用尽我一切办法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最后还要比那回来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最后还要比那回来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大家好 我叫陈伦 爸爸叫一块 今天早上起来 你有没有惹爸爸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给我的爸爸的关老爷 丢掉了 你把你爸爸的关老爷丢掉了 不是 是关老爷的关子 已经断掉 是谁搞断的 是我 这样子做法对不对 对 我错了 爸爸姐你要送什么东西给你爸爸 我要为大家整一首歌 魚啊魚啊 上腰 腰啦腰 咚咚咚 唱完了 掌聲鼓勵